新北市的新浦捷運站 冷氣砸死人的事件 究竟這施工過程當中出了什麼樣的疲漏 導致一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逝了 我們今天線上邀請到的是 是在冷氣安裝當中已經有30年經歷 老經驗的師傅 我們的冷氣技師邱紅球 我們的阿Q師 阿Q師 晚安 您好 您好 阿Q師 我們剛剛其實有看到這個新聞當中 發生不幸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那根據我們的記者掌握 當時這冷氣技工呢 他在17樓裝的是窗型的冷氣 那其實窗型冷鏡外面都有一個支撐的鐵架 同時還會有螺絲要來固定 您覺得按照您這30多年的經驗來說 很有可能是哪裡出了疲漏呢 沒有所好 沒有所好 不小心 然後就把冷氣直接放上去 然後可能就這樣掉下來 應該是經驗不太夠 是 確實 而且要裝... 是 阿Q師 先說 要裝之前要先確認一下 是 是 阿Q師 所以說 您覺得這個窗型的冷氣 其實要先把它固定好 才可以確保它沒有掉落的風險嗎 但是除了這個安全措施之外 鐵架的部分是要先裝設好嗎 對 一般都是要先把它的架子先裝好 然後你要自己先試過一下 有沒有固定好 沒有問題才可以上那個冷氣 是這樣 對 是喔 那其實一般這種冷氣安裝的流程又是什麼 特別是你們有沒有一些SOP要確定 因為我們知道這冷氣非常非常的重 30公斤要確保它不會掉落呢 一般來講也沒有說一定的標準流程 一般來講因為它那個 它就是直立熱的 一般正常差不多鎖4顆螺絲而已 要很確認說鎖在鋁門窗上面 沒有問題我們會搖晃一下 然後OK了才上那個冷氣 那它可能是因為它這個可以鬆動 不是那個架子可以上下拉長的問題 可能那個問題沒有注意好 然後冷氣一上去就整個鬆了 就直接往外掉這樣子 是的 確實喔 所以說這安裝冷氣呢 也是非常必須要有經驗跟法則的 而事實上呢 其實我們也有看到 有同業工會曾經發函給這個政府 就是說呼籲大家不管是安裝 像是師傅您剛剛說的這種直立式冷氣 還是窗型冷氣呢 其實都必須要多多留意的一個部分 就是要有這個室外的護欄 我們剛剛看到的其實是窗型冷氣 但是一般室外機這種 是不是為了確保它的安全性 會有哪一些規範呢 沒有呢 沒有明確的規範呢 你可以跟他講 分離是個室外機 如果很難裝或是很危險 我們裝的時候會要求業者裝個那個欄杆 窗型的大部分沒有耶 裝的時候是不用的 是這個規範的設計啊 還有這個同業在規範的指引方面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也希望可以好好加強 所以我們都要帶阿Q師 跟我們一起來看 還有線上觀眾朋友來看到 這其實呢 是這個中華民國電器同業工會 曾經喊請政府說 要多多留意跟多多注意的一個指引 這個指引的用意是 告訴大家 您家中要裝冷氣的時候 安裝的位子真的要特別注意 冷氣機的最底部 不可以低於牆面30公分 這個的過程是OK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希望自己房子裡頭 可以多一點採光 所以都會把它裝的比較低 可是裝的比較低 師傅之後要維修 或是在裝設的時候 人要翻到這個外牆 其實有高空墜落的危險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剛剛提到冷氣室外機的部分 外頭呢 其實都要加裝這個60公分寬度 還有高度 至少要有60公分的這個鐵欄杆 來確保這個外機不會掉落 同時呢 您可以看到呢 外機跟外機之間的距離呢 也要保持60公分的間距 因為之後要維修的話 這些冷氣的濕浮技工 必須要在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之下 要有這樣的環境 才好好去施作 所以剛剛阿Q師 也先上跟我們分享 很多時候呢 如果他的客戶啊 不願意裝設這樣的安全措施的話 其實呢 冷氣技工是有義務告知 並且可以告訴你為了安全是聚裝的 而且剛剛阿Q師 您剛剛跟我說 安裝冷氣的這個SOP呢 其實都要靠你們的經驗傳承 沒有什麼硬性的規定 也沒有什麼法規 那我很好奇喔 有的時候現在樓都蓋的這麼高 動不動都十幾二十幾層 在碰到高樓要裝冷氣的時候 您自己有自己的SOP嗎 那或者是說 你在帶學徒的時候 你會特別提醒他 哪裡要注意安全嗎 確實喔 所以像阿Q師 其實您對於這個安全把關 您是有自己的原則的 但很多時候 我們剛剛探討到這份指引 其實是這個冷氣的同業工會 他們自己去制定出來的 要維護這個冷氣技工的 這個勞工安全 但是如果說第三人 就像今天掉下來砸到人 這不小心發生的情況 您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預防的措施 可以給大家一個建議呢 這個預防真的有點困難 除非他之前把冷氣綁好 可是你綁好的時候 冷氣沒辦法上去 你把冷氣固定好 就是說我們綁個繩子 那玻璃是冷氣沒辦法上去 那變成人家講的 我們就只能說 把架子打好 先試一下沒有問題 我們才上冷氣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像你剛剛那個 室外機 真的是不能打太低 打太低的時候 安裝的時候 跟維修的時候 都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不要說為了要採 把那個玻璃擋起來有沒有 就不能說一定要裝得很低 這其實是這個錯誤的 是 那阿Q是我們線上也有朋友 像是想問您 像這個負責這個安全的鐵欄杆 除了可以把這個 室外機給包住 讓大家維修的時候 有一個戰力的安全防護之外 這個到底是電氣行要準備 還是屋主自己要準備呢 因為我們看到說我們可以勉強裝 也可以說 你不裝血栗桿 那我冷氣就沒辦法裝 這是我們的要求 因為你屋主有時候 他也不知道他要裝那個東西 那是我們就裝的時候 我們的要求這樣 這樣才會安全 確實很多時候就是輕忽掉安全這件事情 後續恐怕會面臨更大的財產損失 甚至是人命損失 而最後很想請教阿Q是 像是最近這天氣都是午後雷震雨 碰到這種惡劣打雷又下雨的氣候的時候 又該怎麼因應呢 那打雷下雨的時候 在安裝的時候 會有碰過這種雷擊的情況嗎 基本上應該很少 應該沒有 因為我們不會比樓層還高 所以被打到的機會 應該我想應該是沒有的 是因為有下雨 你又玩電比較危險 然後如果說駕駛又失法 我們要站在駕駛上面 隨便來講下雨天就不錯 像這次比較安全的 確實喔 好我們謝謝阿Q師的經驗分享 也告訴我們這一次 安裝這種直立式窗型冷氣 這問題的節點很有可能是在於 是不是冷氣濟工 第一經驗不足 第二螺絲有沒有確實的鎖緊鎖好 而且阿Q師也有提到 按照您從業多年的經驗來看 其實相關的在安裝師做的安全規範 真的只能靠師傅自己的自律跟老經驗 也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多加的注意 一起來補破網了 我們謝謝阿Q師的分享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我們下�時一會兒的小遞 今天明宏 好不好 小遞 啊